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真的是來休息的 外用照顧好沒什麼 可是他有一天要休息 你就手忙腳忙 鋼杯跟手是平 就像你要講一個人草包 你要先了解一下這人是不是草包 好 禮拜天 現在一點半 那今天到辦公室 應該就是休息一下也沒有要幹嘛 打算來練兩次咖啡 然後下午可能剪一些影片 自己剪什麼 因為我其實蠻多東西還沒剪 先來打開 第一杯 好 算晚安了 5點20分 這泡完咖啡準備回去 今天禮拜天 今天真的是來休息 今天沒有做什麼事 然後看了一些影集 我最近好像幾乎都在泡咖啡 感覺好像快變成咖啡頻道 沒有 因為我喜歡這些東西 那每天拍的東西也都是我每天的日常 那最近幾天都在練拉花 慢慢有抓出那個感覺 但是很多地方就是 你真的在操作的時候 發現沒有那麼簡單 看人家在拉好像很容易對不對 都是要練 今天是水洗的椰漿 這是擴幫的馬德蓮 對 這個吃完以後就沒有擴幫的東西了 走路歷史 今天我沒有去UCC 因為一早 我老婆說 照顧我丈母娘的應用說 今天要休假 有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的 台灣的現象 就是有些老人家 老人家 因為年輕人都要上班 或自己有家庭 那老人家如果獨居的 可能就會有 有外傭來照顧 那你平常覺得外傭照顧好沒什麼 可是他有一天 要休息 你就手忙腳亂 像我老婆今天一早 因為他七點多要出去 所以他七點多就去 等於是要跟他換班 然後呢 兩個姊妹都去 那下午的連 我那小舅子也去 等於是三個小孩都跑去照顧媽媽 一個外傭抵三個 不過我覺得 這也是難得 因為有些家庭是 才沒有這樣 誰有空誰去 不會說這樣子三個都去 所以這個算是很好的示範 對於我們小孩子來講也是 因為他看到媽媽都是這樣照顧 照顧阿嬤 所以這個很好 那為什麼我沒去 因為他們都三個人去 我去其實有點太多了 所以我就在家裡準備早餐 然後準備那個東西給他們吃 其實我老婆都準備好 我只是叫他們 叫他們要起來 然後要吃 然後中午要 中午有課程 對 因為快考試 他們要去補習班念書 他去我就沒事了 所以假日就來辦公室了 那我剛剛講說 那個 看人家拉的話很簡單 其實光從一個 這個鋼杯阿 的拿法 就很多種 那我一直覺得我在拉的話 就不順 那以前不覺得 以前就隨便拉也還好 可是你真的要要求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自己缺點很多 光鋼杯怎麼拿 這樣子拿 可是這樣晃不穩 那後來就發現有些人是這樣子拿 那只是這樣拿嗎 那這裡呢 這邊呢 喔 原來 發現他們拿鋼杯是有訣竅的 手 這樣子 這裡 鋼杯 跟手是平的 我才發現原來這樣拿穩定很多耶 不會這樣亂甩 那再來是怎麼控制 控制這個水流 這叫他練 所以你看人家拉得很厲害 那不知道練了多少杯 連那種冠軍的一天都拉好多杯 只是我覺得他很多杯那些東西怎麼消耗掉 像我今天兩杯 我就覺得喝得好飽 我一天頂多就是兩杯 多也不行 所以在那種咖啡館工作的人 他就學得特別快 因為他一天可能不只兩杯 因為他拉一拉就賣給客人 所以他會越來越進步 不過因為我們不是職業 我只是興趣 所以一天進步一點點 一天進步一點點 總是會有一個成果 那你問我說 學這個幹嘛 沒有 沒幹嘛 純粹是個人的自我實現 那我最近幾天不是有分享 我那個同學李鼎的作品嗎 就台六十一的相關的影片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他拍得很好 尤其我看了之後 然後再加上他後製的配音 你們如果有朋友有看 有因為我的推薦去看 你仔細聽他的配音 湖泊山脈可以讓自己的夢想山根 配音 因為他是在台六十一靠近海嘛 那旁邊有很多風聲啊 或者是機械汽車的聲音啊 所以你要收進到影片裡面 原來他全部都是分開收音 然後那個男女主角講的話 是全部在淨配錄音間 重新配音的 所以你看他上一部影片跟我這樣子錄VLOG 完全是不一樣 那是電影的規格在拍YouTube影片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有看的朋友 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欣賞這部片子 那昨天播到第二集 今天會有第三集 我也很期待 那我把那個影片 我也把它整理起來成播放清單 那我都會放在片尾 就是片尾那個推薦的影片那個地方 這樣如果你們看了我的VLOG之後 想去看影片就看片尾 我把播放清單到依據順序 預告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依此類推 昨天到第二集 今天會有第三集 我都放在片尾的那個播放清單裡面 那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拍得很好 但是昨天我看到一個留言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不知道怎麼說 像這位朋友 我不知道你 也許你也是很喜歡我的影片 可是你留的這個話 如果你有在看影片的話 我是覺得你可以 以後再留這種話之前 你再思考一下 他說什麼呢 他說聽到拍攝台六一沿線風光石 感到滿興奮的 又可以看到一些台灣自然景觀 生態的影片 OK這裡很棒 不過 聽了你朋友的論述 就聽了李玲的論述 他開始擔心 擔心什麼 強調演員是日本人 你其實沒有仔細看 他沒有強調演員是日本人 而是他介紹了三個演員 其中有一個是日本人 那自由民主 選舉前政府出資台灣風景影片 為什麼要出現日本人 你不覺得這就是自由嗎 這就是自由啊 導演有有權力去選擇 他要找誰來演不是嗎 難道政府要干預導演 你不能找日本人 你只能找本國的人來演嗎 那台灣沒有演員了嗎 突然覺得政治位 突然覺得政治臭味好重 如果是政治臭味好重 應該是他規定 他不能用日本人吧 為什麼你 你鼻子這麼靈敏 聞到政治臭味好重 希望影片裡 就純粹展現自然風景 千萬不要有政治 跟昧日情節出現 你看了嗎 你有看影片嗎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那就糟蹋了大好美景 因為有政治傾向的風景片 超難看 抱歉 潑了一些冷水 希望是我多慮 期待影片能像以前台灣全紀錄一樣 呈現真實的台灣風貌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 台灣有些人的問題 你在沒有接觸 沒有了解之前 你就先預設了立場 自己就先補了一下腦 然後就開始提出一些反對 跟可能的狀況 就要你要講一個人草包 你要先了解一下 這人是不是草包 那看了他表演之後 你確定他是草包 你再來說他就是草包 對不對 你不能一看他外表 覺得他長那個樣子 他就是草包 是不是 更何況你根本還沒看 我不是指責你 但是我是覺得 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要去修煉的 在judge別人之前 你了解了沒 那有些人是太容易露出馬腳了 你看兩三下就知道 他大概就是這個程度 當然也有人看不清 還是有人看不清 不過沒關係 反正 個人造業個人單 個人造業個人單 我是完全不care 我完全不care 台面上這些在做什麼 我完全不care 因為影響不到我 因為你只要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 你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其他你影響不到的事情 你沒辦法 干預的事情就順其自然 對 就好 好 禮拜天 你們今天看的影片應該是禮拜二 反正日子一天一天在過 我每天在錄啊 我都覺得 怎麼又禮拜天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這種感覺 但是是珍惜你們的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在那些 無謂的 爭議也好啦 或者是糾紛、煩惱 很多煩惱都是你自己走 其實本來沒有那麼多煩惱 好好把日子過 好 嗯 明天一天可以 好 你今天沒有在家吃飯 我都知道了 也好 好 我一直想到你 你不想到你 我們想到你 不想到你 你不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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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